当初出演《武林外传》的沙逸 结婚之后生活真的是十分让人羡慕 特别是两个儿子出生之后 她也经常晒晒孩子们的日常 每次发博都很是搞笑 最近沙逸送孩子去老师家学习钢琴 因为不想打扰孩子学习 独自坐在楼梯间啃面包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每个家长都希望能够给孩子良好的学习环境 沙逸胡子拉叉的很是憔悴 不过网友看完之后 实力为沙逸配了一段文案 画风突变脑回路情奇 不过玩归玩 沙逸对孩子的教育还是很上心的 最近沙逸送儿子去学钢琴 怕对孩子造成影响 一个人躲在楼梯间啃面包 自己还调侃到 都快忘了曾经那个玉树临风的老白了 非凡娱乐史实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